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今天晚间大概傍晚的时间 传出的最新消息 也就是在原本从三楼以上 到十二楼之间的住户 就只剩下七楼之一的看护 飞机看护Melody一直找不到 原本在四次的地毯是搜索的时候 原本也就是搜索人员 他们其实一度都以为 他可能已经离开了 只是因为他是飞机的外游 难以去联系上他 但是仍然是在傍晚的时候 在七楼之一的里头 而且当时他被发现的时候 他是被床给压住的 包括他只能被床压住以外 他的手是被压在床以及墙壁之间 不过现在在稍早 已经完成了遗体的吊挂作业 将人给送出来了 比照相对速度比较快的原因 就是因为其实他跟在底下 二楼以下被压住的状况 比较有差别 因此其实在运送的速度 就相对快的很多 对 而且今天除了这个消息之外 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次 漂亮民宿的老板 他今天也现身了 而且持续地在跟现场的搜救人员 来对不一样的房客名单 为什么呢 因为似乎看起来 这失联的两名加拿大籍旅客 跟搜救人员认知住的房号不一样 他说了什么 我们一起听听听看 好的 您刚刚看到的就是漂亮民宿的老板陈光荫 他其实私底下跟这一次的总指挥官 他们在协调整个房号的过程 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落差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其实现在传出失联的两名加拿大籍的夫妻 一开始传出的他们住的地点是208 问题是今天老板改口了 他们说他们其实住在218里面 但是之前搜救人员其实有挺进218 发现其实里面并没有任何行李 唯一有的行李呢 是219可能因为倾斜掉进来的 因此他们判断如果没有行李的话 会不会有可能这一对加拿大籍的夫妻 已经提早退房了呢 现在搜救人员尝试打他们的电话 他们的电话是有通的 问题是没有人接 而且他们的女儿也说找不到爸爸妈妈 现在简单人员最新的动作 就是要透过这一支香港的门号的SIM卡 来确定用定位的方式来定出他们的位置 没错 事实上除了这个SIM卡 它还要来进行定位之外 因为其实有这个饭店的人员表示 还有在这个大概9点的时候看见他们 但会不会提早退房呢 现在他们有一个新的搜救进度 就是老板他希望可以进入到201的这个房间里头 也就是所谓的监视器系统的主机 似乎就在这个地方 如果能够透过这个监视器 若是没坏 希望可以从这个地方来查到所谓他们的生意 另外除了201这个地方 是现在的搜救重点之一之外 也就是台北市的搜救队 现在已经强势前进到203的这个房间 不过因为在203和201这个部分是挤压最为严重的 也因此在203当搜救人员进到里头的时候呢 打穿了这个天花板后 在里头仍然有两块大重垫挡住 因此现在仍然还在尝试要来突破这个部分 好 不过我们接下来今天其实先来一个最新进度 就是花莲地检署检察官他到了现场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确定检查人员搜索的进度 要进行搜证 而且他们已经说从灾变第一天 他们其实已经进行相关的采集证据了 对于到底这一次花莲民宿老板 是不是为了为这一次坍塌意外负责呢 检察官说他们会等到搜救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 在择棋进入来搜证 以上就是现场的最近状况 接下来把时间交换给主播